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十八岁的天空多出二十年 我跟你净阳看完那个戏之后就没见过 没见过 怎么就拍出这么大的矛盾呢 我们有微信 这个微信的存在好虚伪 对 她成家了 成家了 挺恨她的 好像你没成家是吧 但我的孩子比你家还小 这也怨我啊 严家对 从戏里到戏外 大家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被表白 其实有喜欢的孩子 什么 什么 金山一直 钉子布钉得非常钉 我是她姐姐 李子布 李志南是钉子布的天花板 她是跳芭蕾的 宝哥以前是这些民族舞的 感觉一下来到了甘孜的学校 错了 再来 太决第一天 青春校服惹人员 哇 这个领带就好洋气 这个很干练 哇 我们不仅有颜值高的校服 还有颜值高的学长 我是天一已经毕业好几年的张铭座 我是来自上海市医学院的薄建峰 深圳校服 国家博物馆都有展出 外卖就可以买到家 外卖点到校服 特别方便 专门为剧组设计 防水 防蹭 又防雪 我们美电也有 我们珠川也有 我们美舞也有 但是呢 我的功能多 这是剧本 我里面有手机 我们美艺平行吗 背后还有灯 送你们暖宝宝 中西有吗 我们是一家老师 欢迎大家都到我们中西和上线来 还有北京电影师院 接下来大家为自己心仪的效果 送上小红花 小红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己写 可以 我就先抄一下吧 你先拿我 你先放给我好不好 我就先抄一下 千 能不能安静一点啊 搞什么名堂吧你们 整栋楼 就你们这个地方最脏 武士林 武士林 隔着个操场 都能够听到你吵 还有小齐跟丁真 讲小话 中间隔着个 这么大个屋子林 你还在讲小话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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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 就是你们这个三年级 八班是最难带的 你们的新班主任啊 待会就会来了 先给你们介绍几个 刚刚转下来的新同学 好 欢迎 欢迎 好 同学们好 把他给我放下 我是《苍蓝绝》中敢爱却不敢说的长恒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敢爱却敢说的张琳克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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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草了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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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小朋友来了 老师好 哇 我 好想表情你的爱 遗憾你 我们有位舞蹈生 哇 有舞蹈生了 对于我而言 舞蹈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也是一直在追光的张亦凡 欢迎欢迎 请坐请坐 他上来的时候 我差点就把我的腿放上去了 我真的差点把他腿给锯掉了 主任您好 同学们好 我是没有投不进的球 没有解不开题的郭俊成 你叫现在一样 你可是我重点保护对象 有点霸气 带老师面前给戴耳机 咦 怎么回事 有可能是在听课 我在复习功课 来 有请 好 各位新同学 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了 我们三年级八半的热情了 特别是女同学来的时候 格外热情 各位三位男同学 那个眼睛都已经放光了 但是同学们 这个今天开学第一天 同学们那个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 相当好 老师快来检查作业 老师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不检查作业 我整个人这个暑假就白过了 是吧 这是咱们布置的暑假作业 还有你自己另外加的暑假作业 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暑假作业 这是明年的寒假作业 你有必要吗 这是自己做的第二套考题 第三套 我都怀疑这个桌子都是你自己暑假做出来的桌子 是不是暑假整个连夜开工做出来的 韩哥我没带 你看 我没带 我写了 我真的没带 但是我暑假做了别的事情 我看看 你做了 你做了个双截棍 你做了个双截棍 我怎么用这个暑假 老师 小心 有刺客 小林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没有写作业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用这个打我的 这个意思 你是你妈的作业 对 我是我妈的作业 刚才你的暑假作业还是执日生 快 我的作业没带 你怎么可能又没带 包里有东西 不是 我的作业今天 牛把我的作业吃了 牛把你的作业吃了 那转校生他是不是也得有 对啊 我也想看看几个转校生 那不能转校生不看作业啊 给你们作业图学去看一下嘛 转校生让我看看你有多的能耐 先不要着急 等一下 什么鬼 这个怎么跟老师同款 什么意思 你难道是主任家属 这就被你发现了 本来我不想说的 哎呀 还带着个这个 茶壶 你是陶艺专业的时候 别急 还有 还有 这是放茶叶的 茶叶 如果你们有心事的话可以找我聊 我可以提供茶水 心理资讯 对 范范 你的作业呢 老师好 我的作业 一双舞鞋 其实是一双水晶鞋 这个 等会儿 这个 这是啥 这个是漂亮的笔袋 不笔袋啊 但是呢我听说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插声文具多 插声文具多 对 我文具都很好看的 哦 那么你的暑假作业写了吗 你的作业呢 不是没有作业 我们就先交个朋友吧 哎呀 非常好 非常好 李多仁不外 是是是 厚南有提拿 我怎么说了句这个 这是泰语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叫做厕所在哪里 厚南有提拿 对对对 教导主任 不会是教导主任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作业吗 哇 应该里面是很多 冬英宫汤的佐料啊 不是不是 不是吗 这位仙女的作业 一定像他一样 这包一看就很淑女 对不对 芒果糯米饭 芒果糯米饭 而且是双芒的 哦 看啊 这是 什么 韩哥 把你的 把你的装绝棍拿过来 收拾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 这是 砖头 我们知道 我们认识 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就是 有小时候学过那种就是 春泉 土木工程 哦 土木工程 啊 是 是 厉害 看一看一看一上来就引起大家尖叫的这位同学 我的我的 翻草的书包 书包里面有什么 我的就不要 不要这么凶势 正常了 不就是作业 哎呀 干嘛呢 然后就是作业 那其他的那是 来这么多戏 啊 哎呦 如为那次黄金比例般的奇迹 哇 哇 在随波逐流的生活里 在难熬的黑暗时刻 在错身而过的季节 想起这些的时候 还好可以想起你 哎呦 天真无邪的笑脸 我还是很喜欢你 满天星坠地烟花四溢 哇 我管做的你的小鱼啊 哇 哇 哇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作业吗 老师 哈哈 哈哈 这不是作业 这是作孽啊 哈哈哈哈 哦 哇 还都挺有诗意的 是 你的眼里有春与秋 胜过我见过 爱过的一切山河 有可能你真的还没出去看过山河 多看一看好了 好 听到这个东西你什么感觉 啊 你还没看 我还没看 人家给你写了一个暑假 你都没来得及看 你能不能珍惜一下女同学的心意 你知道我们享有都没有 啊 啊 啊 我想问一下 这个林鹤 你在读书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会有 有同学给你递小纸条什么的 会有 会有 确实会有 真的吗 对 他刚刚脑海中还甚至还过了一下 想起了多少张脸庞 你告诉我 也会有同班同学了 也会有同班同学 对 不只是不只是像刚刚那种 也会有兄弟之间的 兄弟之间也递 也递一条 就是上课的时候 啊 兄弟之间也会递一条 好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啊 有班主任来了 班主任来了 班主任到了 谁 这就是美好的一天 同学们好 欢迎班主任 欢迎 新班主任 老师好 同学们好 我就是你们三年级八班的老师 也是你们的班主任 我是谷月涛 老师好 帅 老师好 你们也可以叫我Wendy 你们也可以叫我Wendy Wendy Wendy Wendy老师你好 Wendy 今天你们都可以免礼 主任好 这个老师的范儿挺足的 这个范儿感觉统领的 可不是一个班那么简单 今天上班又不等我 你今天上班又不等我是吧 好 大家好 我是一般来的 是 Kai 你出鬼啊 你出鬼啊 你那女孩子在跳舞那边铲浆油 你脸都不可爱 你那个男人在超市里跟着 还想东西一点都不真是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蓝飞凌 大家好 我是蓝飞凌 大家好 我是蓝飞凌 她是唯一的一个戏的名字和本身 那个打中国的名字 生活当中用的名字 一样的 后来改的一名叫金沙 所以就是蓝飞凌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情义结的一个名字 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学长 石燕峰 我爸是学校讲学历史的发学 我妈是家长会会长 而我是学生会会长 哇 校园最不羁的那种帅哥 欢迎 哇 宝哥啊 现在也是皇帝专业户了 哎呀 是演了个文帝 文帝专业户 所以叫温迪 让你一样 你一样 不叫温迪 温迪 对对对对 这怎么叫温迪 这生活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文帝文帝嘛 完了之后这不是谐音嘛 谐音梗嘛 就成了一个温迪 温迪了吗 观众看看戏的时候 发弹幕一出场 温迪 温迪 真的爱撑啊 爱撑 爱撑 其实距离这部剧播出 就十八岁的这个天空 已经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有有有 正好 我们是二零零二年的秋天以后 差不多是十月 十月初一直拍到过年前 杀青的 哇 十二十年了 哎 距离这部戏已经播出二十年 你们这是上次 这么齐的见面大概是什么时候 哎 我们上次有一个发布会 发布会见过 我们还行 对对对 我跟志南还见过 深圳 发布会的时候 你不觉得吗 这戏里面啊 越近的人反而在生活里面 越不相见 哦 我跟你锦阳是 拍完那个戏之后就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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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见过 二十年 二十年 疯了 就没见过 但是我们有 拍戏怎么就拍出这么大的矛盾呢 是 为什么就二十年就不要见 但是我们天涯若比林 我们有微信 所以我们成为了网友 就一直网友一直网友 二十年彼此有微信 也不会约着对方见个面 哇 这个微信的存在好虚伪啊 对 才成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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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成家事的 好像你没成家事的 都会 三点睡 开心燃球 睡觉如何到我时间吧 早点睡 快到我时间吧 你不成家事的 好像你没成家事的 但我的孩子比你家还小 但我的孩子比你家还小 这 这都要PK的 这也怨我吗 结婚的时候 也没有要求过我们 是 就不敢吧 这样主任 我们先两位老师打一会儿 然后呢 我们再把桌子移走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先再拧一下 两位老师先打一会儿 哎 其实刚才啊 大家在进来的时候啊 还有没有当年那个剧组 碰到一起的那种感觉 有 真的我们就是可能是 真的很多年没见了 但是今天嘛 我们在走廊碰到 我碰到宝哥 那一瞬间 就感觉 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记忆就拉回头 一下就回头 对 就没有隔阂 没有陌生感 因为在那个戏当中 我们大家 就是演戏过程当中 其实投入还是蛮大的 吉他会不会还是有感觉 大家一碰面 我挺有感触的 因为拍戏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 嗯 在拍戏的时候 他老在走廊 敷了个面膜 白白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他老在走廊 敷了个面膜 白白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好恐怖 每天晚上 不是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而且韩 而且韩哥 他还把面膜敷到了现场 拼了个面膜 我没有见过 你知道吗 对 我跟他是反的 我在晒黑 他在敷面膜 美白 他在美白 没有 韩哥 你听我说是为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当时拍这个戏 校园戏嘛 而且是高中 然后制片人就是说 尽量让我们少上妆 你忘了吗 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打粉底 什么的 基本就是最原始的一个 皮肤的状态 所以说为了要上镜 要OK的话 要对得起观众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校园感啊 对 那戏还没拍完 学校的高中的一些小学生 就开始追到后面 给他送东西 送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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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像送了一些就是 小纸条啊什么的 小线啊什么的 对 问你面膜的牌子是吧 牌子 绕牌这个面膜 你好 请问今天那个是什么牌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金莎 金莎刚才站的时候 一直这个钉子布钉得非常钉 钉得非常 钉得非常 钉得像钉真的钉 韩哥要说钉子布 李志南是钉子布的天花板 为什么 他学芭蕾舞的 因为他是跳芭蕾的 因为他是跳芭蕾的 问题是我们这边有专业的 我们也要跳芭蕾的 芭蕾的 真的吗 你也学芭蕾的 真的吗 来来来 来来 到前面来 你们一起来个阿拉贝斯 来 来 对吧 因为太久没跳了 还是还是 凡凡太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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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的 锅庄 来 你去学个锅庄 他是同编手 感觉一下来到了甘孜的学校 感觉又回去了 对吧 哎 宝宝还可以 这样还可以 这个很简单 那个胳膊要是不够长的 也不用一拽出来 衣服得斜过来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啊 都有一部经典的校园的青春剧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代 那时候就是十六岁的花季 对 对 十六岁的花季 八零呢 八零呢 也看过 十六岁的花季 看过 印象比较深刻 看了好多遍了 七零八零都是十六岁的花季 那九零后 十八岁的天空啊 十八岁的天空啊 我今天我之前跟导演聊的时候 我是这些人里面 最熟悉这部剧的人 那个时候智南哥 那个时候就是课间的时候 一定不会在邓藏座的 一定是在桌子上就是这个样子 小郭小张你们 我们应该是 小美好 对 小美好呀 然后 最好的我们 这个我们就没看过了 一连懵啊 一连懵 什么都不知道 锦阳你也没听说过 没有 好 其实剧中很多情节啊 都是我们在校园生活当中 都都会遇到的 我们接下来就会播个片段 就如果你遇到 剧中这样的情况 你们会怎么做 好的 哪个是金沙 十二康公司 哇 你的面膜是哪个牌子 贴在我们的手机上 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 你在学校被人表白 而且要拍你的照片 你会怎么会印 来 你们年轻人先来 那先你了 先你了 来拍我的照片 啊 先跑吧 先跑 先跑 万一被老师看见了怎么办 跑到一个没有老师的地方再拍 这边来 这边来 那边没有老师 来来来 这边没有老师 快快快快 第一要跑 对不对 第一要跑 那呢 我愿意啊 我可以啊 大方 你看现场的那些男孩子 一个个 那你们呢 学校 我 老师 他带手机来学校 立马手机没了 他也没话说了 一看就是那种全班人的功敌 真的就是那种 老师今天没有不知语文作业 鸡贼 你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戏里面 接下来你是怎么回应的吗 如果说石延峰的性格 我觉得 他应该说没空 有何不可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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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妈呀 你看你当年那个表演 导演没摔什么东西之类的 没有 当时觉得这句话 没什么毛病啊 现在听怎么这么中二呢 来发散一下 你看我们有七零八零九零零零 这个不同的年代 大家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被那种表白过 反正我记得 好像那个时候 是帮女同学抄歌本 抄歌本 然后女同学会贴很多那种 不甘焦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记得 贴满贴满 然后抄那个什么 那时候什么梅艳芳啊 对 韩永龄啊 张慕容啊 陈本强啊 我给他们抄那个 抄那个歌词 对 就是抄歌词嘛 那之后你觉得还不够 自己呢 去那个外边摊里面买那个小花 对 要往那贴 对 对 就代表这是我给你做的 对 非常用心 那个抄之前 还要练字 你坐在这吧 就比如说有重点的那个词 我给它划一下 你们呢 你们呢 其实有了 有喜欢的女孩子 但是没有敢说 你没敢说 没敢说 因为时间段不行 当时是在高三嘛 就是大家都是有升学的压力 那没办法去把这件事情讨破 就一直埋在心里 对 一直埋在心里 但是也有联系了 虽然不是一个班的 就是你不会表达的话 你会不给它 做点什么事 对 充点游戏钱啊什么的 QB 会 会 对 初初的做一些事 那个黄钻 黄钻是什么 不 黄钻Q空间 绿钻Q音乐 红钻Q秀 紫钻就是相对应的一些游戏 对 还有 小齐这事没少干啊 我的天 我全套全套全套 多钻加深 我的天 自身用户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 还会有一个事 就是是身边导演 他干的一件事情 不让点出来一会儿的时候 反正就告诉你 不说名字啊 对对对 八年后 他姓张然后两个字 后面一个阳字就是 对然后 他那个时候会用这个电视机 就是播节目的时候会点歌 就你打电话 我要给谁谁谁点首歌 有有有有 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就天天点歌 说点到最后呢 爸爸到月底 然后结账发现 话费一千多 一千多 你那时候一千多的话费很夸张了 是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电话这个东西 对 而且他那个女生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电话 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逐出家门 然后就在我们节目组一直混到今天 好惯状 对对对对 以前还有叠千纸贺有没有 有 有个瓶子有 千纸贺 收到过收到过 收到过 80后的比较多一点 对吧 是吧 折千纸贺啊 折小星星啊 对对对 一罐啊 对不对 一罐 对 谢谢几位学姐学长 常回来做客 谢谢几位 这个裴老师还要去别的班上课 那就由古老师 还有我一起 跟学生们继续上课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同学们啊 待会儿呢 同学们都到教务处去领这个校服 哦 好不好 今天开学第一天嘛 要去领校服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要去领校服是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几个人的校服 没有前面几位学长学姐的校服好看 啊 就是他们都是花样不同的 我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对 明明你们三个更好看吧 对 而且我看一些就是有点历史年代 那种民国剧 他们里头穿的校服感觉也特别好看 是 我感觉我们这儿 差点意思 人家的就是最好看的 对 还要怎么地嘛 但是没有关系 既然已经说到了校服 你们知道最早的校服可以 上诉到什么时候 一片叶子 去年我们演孔子那戏的时候呢 这些学子啊 就是穿的叫深衣 对 衣贯上国嘛 第一支帮 这是一份对老师 对教育的一种尊重 这必须要有 有一个系里面 古装的发套里面有一个笔 是汉代的 就都是一种 就是代表你是有文化 你是读书人 你是读书人 对对 你们现在 插话筒代表你是个组织人 是是是 刚刚过完暑假 我们就来一个开学摩底考试模式 好 我们今天刚好有几位转校生啊 大家根据座位 自动就分成了两个小组 我们来看看几轮测试之后 哪个小组分数最高 可以拿到流动红旗 我们首先是以校服 为第一轮的摸底考试题目 考察一下大家的这个 历史知识水平 接下来呢将会有 具有时代属性的几套 校服的款式 好 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大家根据时代 来排下去 好不好 好 来我们请看题 这个是我上学的时候穿的那种 是吗 就是旁边这个蓝色的 我们也是 对吧 对 就是这种没有太多花这样 对 还有一些运动裤什么的 这个好年代的 确实 那时候校服还配帽子呢 上服还可以跟草帽搭配的吗 这个草帽的应该是 那种下乡的时候会有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哇 来请台上的各位 按照年代顺序站好 我们先排最早的那个 最早的 最早的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位最早 这个是民伯就是母思运弄那种的 这个再 对吧 这个我感觉这个更早一点 这个是下一批 我觉得这个最早 这个最后是吗 庞山应该是最早的 你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可以是吧 可以啊 那他就第一个吧 那就是长山吗 我跟宝宝说 我们当年不可能有一套 不可能有一套 但凡能有一件就很了不起了 比如说这个鞋 解放鞋 解放鞋 有一个胯包 金胯 还有个水壶 或者是有一个帽子 对 帽子里面要用那个报纸卷成一圈 对 没错 腻起来 腻起来 那才厉害 对 你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的吗 什么时候呢 已经都开始这样问问题了 是吗 他们这边就直接问模特了 不是让你去排吗 你在干什么 我们有点小问题 排不出来 班主任和教导主任在这 你是不是想作弊 你告诉我 我真的 我这么明显 他不是作弊 我觉得这个肯定比较早 对 这个是比较早的 那个应该引 我觉得那个最早 这个最早 这个最早 这是第一个 因为当时出场的顺举来说的话 他和这个小福 他俩是同时出现的 我们转家生行不行 我们排完了 所以他是同一个时代 两个做对比 对 你们是在做小超的是吗 我们都排完了 所以我们不改了 绝对不改 我们不改了 绝对不改 这是一零年以后的 后来三零年以后的 对 大家都喜欢穿旗袍 很用旗袍 但是本来发现旗袍呢 不好是 所以他以后是他 就是一九年以后是他 再到三十年以后是他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对 好吧 好的 来 三二一 开始 我看看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后面两个都一样 这个肯定不可能 这时候都穿上回力了 对 回力了 对 对啊 我们现在改来得及吗 不能 好 说下你们的理由 这最后一个肯定是现在的 那当然 对 当时是现代的和这一套 是同时出现的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 做一个推理 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 两个极端 所以说会 这是最现代的 这是最早的 然后中间这个是为什么呀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解放之后吧 对 然后这个又是下乡那会儿 对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 那这个呢 这个清华我一直不知道 到底是怎样的 没见过主要是 没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 好 泽林你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前三个是那个 班主任画的重点 我认为的是这么一个牌 这么一个牌 后边你们自求多福 后面我们就是感觉 就是从这开始嘛 这两张我们不太确定 就是但是感觉 他的鞋要再靠前一点 但是这张 这张是我自己 一直在存疑的一点 就是因为 它有一点像什么风格呢 就是电影《无问西东》里面 当时西南联大 他们因为是几所大学 在一起的时候 我在想说 会不会分一个这样的队 因为它上面的字体 还是繁体字 接下来 我们请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装研究所的 刘真彦 为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有请 刘真彦 刘真彦 我是东华大学的刘真彦 来 真彦 来 你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好的 首先来揭晓第一个 果然是最早的 1910年代之后 它是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影响 1911年之后呢 从清朝的一种传统服装 像现代服装过渡的 这种折群的出现啊 女子校服的出现 它其实都是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进步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上妆依旧是一个传统的清朝上奥 这是林慧英在裴华女子中学的校服照片 哦 哦 我们接下来揭晓第二个时期的 哎呦 班主任 班主任的重点还是好说 这个是1920年代的服装 五四运动之后 学生明智得以启发嘛 它其实也代表着女生的一个思想解放 没有过多繁复的一些首饰配饰 会显得服装的更加简约化一些 嗯 第三个时期 哎呦 完全都对 哎呦 完全都对 这个是第三个时期 就是1930年代 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 当时的政府是将旗袍作为了国家礼服之一 所以很多学校就选择了旗袍作为他们的校服 哦 好 接下来最最关键的 这是关键的 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位 我们来揭晓一下第四个时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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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第四个时期 就是1940年代的服装 因为当时国际的大环境正处于二战时期嘛 物料资源都是比较紧缺的 很多的服装都是偏向于简约型设计 这个图片中也是当时清华大学排球队的一个统一着装 哦 好 第一排 各自 你们对了三个 他们对了两个 好 这小第五个时期 第五个我来说好吧 嗯 进来了 1960年代的绿军装 校服的话就是穿大人的衣服嘛 然后全国上下都是一片绿的 我还穿过我姐姐的花衬衣哦 哦 只是我妈改了一下 把领子从圆领改成了尖领 是吧 对 都会有 只要有这样有大姐的家庭都会有 一定的 我们接下来揭晓第六个时期的服装 这个是1970年代的白衬衫蓝裤子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对 当时广大的知识青年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下乡啊建设西北啊 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生产建设之中 纺织工艺啊 以及面料种类都是不多的 而且 对 当时流行的并不是说个性化的一个追求 而是就觉得大家统一才是更好看的 嗯 这个是我们那个就非常非常标准的 但是不是说天天都能够穿白衬衣的 那是像礼服一样的待遇 真是 家里也给你做件白衬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我们自己做的 是我妈自己做的 对啊 或者是让裁缝做的 对 买不着 裁缝是请到家里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要拿票 才能买布 对 接下来我们揭晓第七位 然后这个是1980年代的校服 当时正值于改革开放的初期 所以校服也运用了一些国外的校服的特点 这种海军岭是非常流行的 当时 嗯 来 进一个对礼 敬礼 特别标准的 很认识 是吧 一点没忘啊 当然 少年先锋队啊 我们是共产主义杰伴人 既成歌 民贤卑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铃银 民飘扬在前旧 全部都记得了 我的天 这个不会忘了 对不会忘了 我都记得客户灵魂了已经 所有都唱我小时候 对 太好了一看红铃银 什么都想起来了 让我们 等一下再唱好不好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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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冷静 来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90年代 我们的校服 对 最后这个时期就是90年代的 永远要买这么大吗 是的 就是下面一定会是窝住窝起来的 对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因为嘻哈服 对 我也以为就是要 做那个popping时候好做一点 做popping 是不是做起来是更帅一点 有可能 男生就那几年长个也特别快 对 就有的时候可能一年长得特别多 所以你就开始买大一点 后面就少买两件 就是一直穿到底 一直穿到底 对一开始就先买大了 好了 他们都没有全部答对 对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呢 导致后面全错 因为他就是 但是他们对的多 你们错了三个嘛 对不对 他们只错了 两个 两个 好 我们这个叫做转学生们 好的 转学生 获得一分 好 先让一层 那你们穿的校服当年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你吗 对 对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哇 好青春 这么嫩的吗 我现在老了是吗 这应该十几十六岁 我十六岁 因为当时是我们要统一那个发型 叫移动仪表检查 对 对 还有跟拍的 这可能就是当时 上一趴说的要拍照的 看你那个时候就是拍照还是很懂角度的 你看到没有 对 看这个下额线 我们那时候就留下来的习惯 现在也会 讲究 测过来 对 我们那个时候校服基本上也就是白衬衣蓝裤子 还有短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学校的 这是我跟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 我们出去玩 这个不是我的校服 这是我小时候 要干嘛呢这是 我们当时练跳舞 拍照姿势和我们果然不一样 对 这又是 这应该是保建峰同学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个就是正儿八年代标准的照片 就是那个报名照 对 有个记得红领巾 穿个小衬衫 一个报名照 我们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照片 就是放在学生手册 没错 是吧 贴一张这个 特别盼望二年级就能够戴上红领巾 没错 一年级还要考察一下 这个发型扬起来 这是你们学校的宣传照吧 好乖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高中手拍的 哎呦 高中拍的这么洋气 确实是艺术照了 修过的 但是对 韩哥你看看我们当时拍的啥样 我们夺一本正经 你那个叫一本正经 你们那个时候还是一本正经 我那个时候是出去玩 你那个叫驰边救人 你知道吗 驰边救人 你知道吗 这又是哪位老师 这是哪位啊 这是哪个是哪个呀 不知道 这是谁啊 这个应该是贾张科老师的电影海报 对不对 我没有说 贾张科老师 韩哥 正对着您的那位是我 正对着您的那位是我 是在下 哪个 什么 中间正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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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面向镜头面向镜头 头发 头发不一样 发型 你这张照片会出圈的 对 而且它很有故事 对 真的很有故事 关键是那个青年公车站那个站牌 对 特别像贾张科的那种导演像什么站台啊 站台 是吧 就出去兜数了一天 什么都没卖出去之后 三个哥们在一起又会合了 是 很亲美 因为当时是议考的时候在天津 然后突然发现一条路的名字和我们上学那个学校路名字是一样的 就留下 然后就留下这么一个我从来不想回忆起的照片 帅啊 小齐这发型真的很重要 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叫类似飞机头啊 这是 这又是 胸口全是白木耳你看看 是是是 没有是家里泡了一天的银耳银耳 就是银耳嘛 但以前确实流行这样的哈 对 快乐男生的活 那个时候的头发真的很流行 就是后面西指趟前面要拉直刘海 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会这样 我这个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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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 其实我 你已经吓我一跳了 吴森林 你比我还过分 这是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 第一天进大学 然后就给大家记个礼 拍的照片 你那时候的头发是这个样子 我是一个泰迪的中分卷 然后那个时候还戴着眼镜 哇 哇 这个是 我不想站到那边 站在那边 难受 这个是在画室 高中的时候在画室 然后我们浅丁可输了 要当模特画速写 然后我当时就被抽中了嘛 就摆了一个 好可爱 好可爱 难分吧这是 是不是你了 第一排是给大家做示范的吧 带着大家一起说 来今天就是热身之类的 要在什么带着大家一起 天啊我都不知道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 反正小时候练舞蹈的时候 哇 拿起 这就是标准的少先队员敬礼 敬礼 对 因为我们的红领巾 是这个五星红旗的一角嘛 它这个还是等于是在仰望红旗 对 对 眼睛里还充满着有细的那种 这是最标准的少先队里 都好会拍啊 好可爱 初中高中大学都是不一样 我今天出完就是大学 我们大学呢也要穿校服 哇为什么和你昨天一模一样 你现在和17岁一模一样 你看你们两个拍的那个什么东西 实物相瞒 刚刚那也是我的17岁 天哪 刚刚那个野树我差不多17八岁真的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你看不看不知道 不同年代拍的那个照片都不一样 不不不 同一个年代拍的照片也不一样 对不起 还是人的问题 对不起 气质啊 审美啊 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漂亮的校服 如果你要选的话你会选哪一套 应该是1920年左右那种 他那个旗袍是吧 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马 是 男生应该是长衫的那种吧 长衫 对对对 你呢 我选的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穿过的这个校服 因为我觉得它很能反映我们当时的那个 你回不去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还会很怀念当时穿的那个校服 我会选这套吧 蓝色裤子这个 哎 这套经典 现在也流行这种阔腿 然后竖进去的这种 主要你身形也高了 对啊 搭得出来显腿 其实也不用想穿啥都好看 这个人给你谢谢 这就是谁让人给你送清书呢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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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酸到我又不撒 要我们看看他们 冠上自己综艺的袖是什么样 上亭外 是吧 上海 我愿意宽 多小人 我愿意宣许 好 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粮收了 金沙张力 游几千而成银毫 我们的天液 美丽的天液 美丽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岛田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如此 等待的青春 我终将青春换给了他 连同之间弹出的声响 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 以爱之明 你还愿意吗 我终将青春换给了他 刚刚我们说到当年的校服都有面口的 对 面口的对 但现在我们很多学校的那种校服 真的是百花起发 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个学校的校服代表 你们要投选出 哪个学校的校服是你们最想拥有的 好的 好不好 但是我相信一定不一样 因为这边的审美令人堪忧 对 是吗 能够摆成那样造型的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请校服代表队出场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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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哇 这个领带就好洋气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市真光中学的高三学生 廖元可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市真光中学的初二学生 陆若然 儿乃世之光 校服响当当 好好看 好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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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省天一中学 今年的毕业生 蔡林 大家好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陆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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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一已经毕业好几年的张灵鹤 我们不仅有颜值高的校服 还有颜值高的学长 天一 天一 天下 第一 好厉害 这个很干练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中学的裴佳颖 大家好 我是刚毕业于深圳中学的陈宇晨 领军潮流 为国争光 深圳校服才是中国校服界的绝对C位 好气势 这是宝宝他们学校的 这是宝宝他们学校的 各自这是两个学校 两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吴慧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宝建峰 关心你冷不冷的 除了妈妈 还有你的母校 穿上戏服 让你天天都有戏上 天天都有戏上 真好 这个好 这个好 等一下 北电的呢 你要算北电 那我们中传也可以上了 我们中传也有 那我们北五也有 我们现在来展示自己的校服 好 最后由在座的各位同学 包括我跟宝宝 我们来投出自己最想要的这个校服 谁先来 来吧 我先来 好 中戏 首先来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亮点一呢 是因为我们学校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有名 没有什么 就受到了很多 演艺圈师哥师姐们的心头号 比如说佟丽雅师姐呀 还有我们的刘浩然师哥呀 就是每一次冬天走到哪儿 就穿到哪儿 我们其实也 对 没有你们人多 我们有几个影帝而已 几个影帝而已 什么廖凡而已 王景春而已 就这些没别的 没别的 我左边有搜 我们是一家老师 我们是一家吧 中戏上戏是一家 我说的是服装厂不是一家 我得重点说一下我们的上线的校服 左边兜 右边兜 我跟你说 这个里面的世界咱俩要丰富啊 这是什么 这是剧板 剧板 对 哪怕你放一个iPad都没问题 巨大无比 我们校服也可以 是吗 是的 你们左边有兜 右边有兜吗 我们里面还有兜 我里面也有兜啊 比谁兜多 我们里面两边都有兜 我有上兜 还有下兜啊 还有下兜啊 这个也太厉害了 宝文兵 能行吗 能行吗 宝文兵里面我们还有枸杞 谁想发的 上戏牌枸杞 可以 还有这个兜 这个兜是啥 饿吗 还得放点零食 这 打出来了给个鸡腿 这样我给你个东西好吧 好 背后还有东 还有呢 来 送你个暖宝宝 谢谢师哥 我们后面真的是可以放暖宝宝 后面取暖 所以这个都考虑到了 哇 你们是上海戏剧魔术系的对不对 其实应该说这个衣服是我们的 叫做工作服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一件衣服 有这个校徽 有这个字为荣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帽子呀 它还可以卷起来当一个警枕 就比如说我们在就带鸡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子休息一下 你们也是是吧 我们也差不多 对 对 而且呢我觉得它还是防水防蹭又防雪 就是帮大家轻松地度过剧组的冬天 欢迎大家都到我们中戏和上戏来 欢迎大家报考中戏和上戏 拖掉吧拖掉吧 四十几度好不好 小屋已经展示完了啊 是 现在谁 我来说一下我们深圳校服吧 深圳校服的一大亮点就是 它是校服界的潮流 因为深圳校服呢 是全国首个统一全市的校服 所以他们叫做深圳校服 是 校服采用蓝白色的色调 看起来就特别青春有活力 所以说很多影视剧中 也有用到深圳校服作为原型设计 深圳校服运用了一款高科气材料 它能做到素肝且防汗 穿在身上非常的凉快 素肝这一天 很棒 有点打动 很棒 我听说你们那儿就是买校服 外卖都会点得到是吗 是 对 特别方便 外卖可以点衣服 他这件校服就是外卖买来的 对 我这件就是外卖买来的 外卖买的 买校服送手表对不对 这么挖一个 那没有 那倒是没有 外卖单 真的 文具店啊 然后大型连锁厂市都买得到 九十五块钱 九十五块钱 九十五还挺 价格很轻 性价比很高的 对对对对 你们这件多少钱 我们这个是六百八 有发票吗 目前是没有 那我们深圳校服的第四大亮点呢 就是被多家博物馆珍藏 在2013年的时候 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 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展出了这件衣服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 深圳的校服也作为 深圳市的代表服装 在深圳市的博物馆里展出 所以说我觉得其他学校 应该没有像深圳的这种校服 在博物馆展出吧 深圳中学说 他们的校服 是进入了博物馆的 但是我认为 我们学校的校服 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自建校以来 一百五十周年 一直延幼至今 而当时建校的时候 我们学校是一个女校 所以这个旗袍 当时在穿 现在也在穿 所以我觉得 比起校服的历史 应该没有学校 可以比得过我们了 那这样的衣服 平常是在什么情况下 比较日常的话 就会在我们的一些 升级仪式 或者是大型集会的时候穿 那比较特殊的话 我们会在成人礼上面穿 真好 好美 充满仪式感 当然了 虽然说有一百五十周年 但是价格也没有超过一百五十块 对吧 很合理 没有超过一百五十块 那我觉得我应该补充一下 就是解放之后 我们才开始招收男生 虽然是解放之后 才开始招收 但我身上这套西装 到现在也有七十多年历史了 我觉得呢 这个应该是 在座的其他学校 不能比的吧 虽然珍光中学呢 他们的校服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但是穿出去 就是有些引人注目了 我们学校校服的第一个亮点 就是校服也可以当蝙蝠穿 出门在外 也不一定会被认为是校服 甚至还会有那种阿姨们问我们要链接 阿姨 为什么要链接 他们的孩子 我想来 买给孩子穿 很好看 然后呢我们这件每一件衣服 它其实可以当做单品 就是搭配其他不同的款式的衣服 感觉你不像来了 天天向上 像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我的直播间 搭配单品是吧 对 2022新潮男装最新搭配 既然阿姨需要 那我们321上链接 这种感觉 话术特别像 那你不应该过来一起 我的母校 对 对 关键是你当时你也穿这个学校 学弟学妹 你也是穿这个 你是穿这个吗 我是的 一模一样 谢谢你没把那套照片放出来 不然的话我们前面就无地自容了已经 在台下的时候 我刚才跟我们优秀学长的班主任 沟通了一下 我发现我们张灵鹤学长以前是喜欢打篮球的 那想必他以前肯定有穿着校服在我们篮球场上打过篮球 我班主任 对 来了吗 没来 下午一跳信号没来 什么叫信号没来 不会穿着毛衣去打篮球吧 没有我们学校校服其实有很多种 这个是长袖 那个也是校服是短袖 然后还有那种开衫 然后还有羽绒服 四季都有不同的校服 我们学校就是不仅是校服自己选 还有就是每年会让高三学生 就是自己设计图纸 然后投票 真稿 选出自己每年的文化衫 然后帮助高三的学长 学姐就是加油鼓劲那种 这个还可以 是 这个还挺帅 你是不是也没见到 你见到了吗 我有啊 我那年高三的时候也设计了文化衫 这就是我们那年的吧 对 每年的高考的时候 大家都会穿着这个去备展高考 哦 学校都有一些这样的传统 对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衣服可能比较精致 觉得它一定不会便宜 但实际这一整身 可能就两百块钱不到 裤子也是吗 对 这一整身 哦 鞋子 鞋子不是 韩哥 你还要认啥 还有手表 大家都已经看了四组这个校服的亮点啊 展示对哪一套校服比较动心 我对深圳的那套比较动心 深圳 你呢 甄园中学 甄园 你呢 羽绒服 羽绒服 对 对 对 弟弟的家乡平时比较冷 他们那个地方比较冷 对 比较冷 我上次羽绒服 实大实地种草了 舒服 种草了啊 看上去漂亮 我也是羽绒服 你也喜欢羽绒服 喜欢也是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 两位特邀的嘉宾来为我们助力 哦 哦 哦 学校的吉祥物 哦 对 这两只小熊也是穿了我们学校真光的校服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校服是非常有特色的 所以呢 全国只此一家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对吧 可可 这熊 你们要是肯投我们的票的话 我投 我投 你看看 还有没投的 你是不是弄弄 就是我在场看那个念念学姐跟张亦凡学姐 就是很漂亮 我在想他们如果穿上我们这套校服一定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 还有就是我查了一下 前三一学长最喜欢的林妙妙 穿的也是我们的同款校服 是吗 对 好 完了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校服可以自己搭配至少五套以上 选了我们的校服就可以拥有一年四季所有的衣服了 真聪明啊 他说的话我都说不住了 哇 韩哥 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这边穿 刚刚说他们穿的也很好看 他也穿很好看 我们这边就 你们其实就大概意思 其实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 是吧 大概意思 对 就是大概意思 是 你照片给说 差点意思了 我们就差点意思了 本来不觉得 但是看过你们两个小时候的照片之后 差点意思了 那就差得很多了 差太大了 好 接下来大家为自己心仪的校服送上小红花 我都已经贴了 我贴给谁呢 贴给你 对 好 你就贴在学弟身上就行了呀 那个熊是不是给给我了 贴着就给 拿小红花换熊 可以 小红花 两个是吧 买一送二 等会儿 别送二了 你给我一个 云云我一个 好嘞 好嘞 来 丁天 我 我要不送给你都不行 你看丁天 不等明天发货 今天就给你好不好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的得票情况 天一中学一共是四票 上戏这边是因为丁真想要你这件衣服 对 丁真盯上很久了 好 这一票是谁投的 我投的 我刚刚说了 我喜欢他们的那个服装 而且有素杆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这边 曾光中学是哪个投的 我 我们俩 你投的 你为什么投这边 我们俩一人想拿一个拳 像妖丽熊来着 对 对 你俩真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打领带这种风格 你俩是不是听着觉得自己特别的伤心 我们学校的吉祥物受欢迎 我很高兴 当然也是 学校更受欢迎 拥有悠久历史的 谢谢 韩哥 我要说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每个不同的学校学习 以至于我们会有很多的情感 因为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群人的认同感 这同学穿这样的校服是深圳的 就一看你在深圳读过书 我也是 一下就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谢谢 谢谢 谢谢台上的各位 带来的展示 谢谢 你还要先成的买了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当时就是拿那个挂历 背面一翻过来 刚刚好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书瓶 质量特别好 你们怎么还会 你是几几年的 你的年龄是虚报的吗 虚报 还了十岁 凡凡你们包过书瓶吗 包包包 然后是在外面自己买 或者找人 找那个书店里的姐姐给我们包 代工 对 代工 好 接下来我们一组的男同学去把那个书都拿过来 把教育书 给大家发一下 发给新同学们 发书了 来 我那时候书瓶还可以包出各种花样 在那个书脚上面 你要做加工 包菱形 菱形 对 包树条 没错 好了同学们 现在大家手上拿到崭新的语文书 我们下一堂课就是语文课 但是这堂课上课的不是我们的古老师 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语文老师 来给大家讲课 我们有请他出场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 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做一个小测验 现在分两组 准确地说出这个画面对应的是哪一个课本 少女人认图 是少女人认图 第二 腹肌请罪 腹肌请罪 向上和 还是王毅庆先生画的 他画的那英语书里那个李雷韩媚媚 就是他的作题 李雷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韩媚媚 是不是我们选的题难度太小了 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一会加点难度 就更难了 天天向上 单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语文老师来给大家讲课 我们有请他出场 有请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老师好 我是来自于鲁迅美术学员的教授 我是一个插画家 插画老师 插画家 就学美术的 你们桌上的语文书 人教版的那个初中语文课本 里面129张插图都是我画的 您画的 对 我不仅是这个插图的画家 同时我还是我们人教版第12套 云教材的插图总顾问 就现在我们人教版所有的课本的插图 我是总顾问 其实同学们 课本插图在学生的美誉教育上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可能这篇文章你都不记得那么那么清楚 但这篇文章你会 读得非常清楚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完完全全展现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一堂 从课本插图的角度上的一节语文课 咱们今天正式上课之前 我们做一个小测验 检验一下我们大家对之前学过的语文课本 掌握的牢固不牢固 好 现在我们有五张老板的插图 我们现在分两组 准确地说出这个画面对应的是哪一个课本 少年润图啊 是少年润图 张力合答对 少年润图 我看都没看错了 这张画是王维正先生画的 大家能看到它是用传统的水墨方法 然后画的这个润图和这个插 这张插图非常非常的经典 是的 以至于后来我们新版的还是用的这个 太棒了 第二 父亲请罪 父亲请罪 将相和 他还是王维正先生画的 他不仅画中国画 他还能画漫画 他画的那英语书里那个李雷涵梅梅梅 就是他的作品 这个太经典了 李雷涵梅梅 我叫韩梅梅 你看这里面 好多呀 红军过草地 倔强的小红军 敬爱的周总理 画的太好了 封碑 就是那个军机处长在哪里 把军机处长给我叫过来 他就是军机处长 其实呢我们节目组啊 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王维正老先生 但是老先生呢 因为高龄 长沙天气又非常非常热 所以呢没有办法亲自到这个节目录制现场 到时候呢我们会去拜访 好不好 学习一下 我叫王维正 是个插图画家 画插图已经几十年了吧 这数十年这个时间内 画插图的话自己都计算不下来了 两三千幅 总要有是多不少 我在创作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 让孩子一睁开眼睛看的是好的东西 正面的东西 弥补文字上所短期的东西 让这个插图和文字形成一体 这个是沈父的这个同气 挺有意思的 他把他这个环境放大成世界 这些动物的世界 蚂蚁 这是树 蚂蚁的树 昨天来了一个癞蛤蟆 他把他赶走了 完全是童心的那种反应啊 这完全是小孩 读完了之后自己也生孩子了 所以画起来的话 你无形中就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他同龄的人 去刻画他 一夜的工作 我从晚上九点钟开始画 画到凌晨三点 真是用感情投入了这幅画 画这些东西必须得带着感情 有感情你才刻画他 他那气势才能出来 我记得我有一幅插图 让学长家长看到了之后 马上给任教授写信 还不止一封信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古井 这后来重画了 这是旧的 绳子画在这边了 他右手够不着这个水桶 这摇啊摇啊摇啊 这个水桶应当在这边 他弄那边去了 这是错的 就没加考虑 快点教 最后你看 我觉得责任重大 你稍微一马虎 那就出现错误 就误导孩子不是 就是我表示我马上改 改了 让他们重新印 就直到我工作今后 非常非常要认真 再认真 因为他们影响力太大了 就是 每画一个幅画的话 是教育孩子的一个步骤 也是教育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他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经典 说实在的 我作为这代茶图画家 我一直是对王先生特别敬仰的 对 好 下一个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 《狼牙山舞壮士》 对 《狼牙山舞壮士》 这个也有 太熟了 太熟了 这个是著名刘画家詹建俊画的 这张画是我们国家 抗战题材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是的 是的 他为了画这张画吧 深入蓝牙山 然后和当时跳崖的幸存者 进行采访 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哇 这个 菲多鲁丁强 对 这我们太熟了 对 这张画现在在广州艺术博物馆 它是那个雷坦先生画的 它这个画是近距离的 让我们感觉到那个硝烟 和那个爆炸声和枪声的那种感觉 而且那种透视 对 近大远小 就是而且它一直在往前冲 对 它有个冲击力 对 它有个冲击力 对 还有这个战士 咬着那个手榴弹的那种感觉 非常到位 这些插画 也影响了我们以后拍戏 就是后来我们去演 一些英雄人物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以前看的那些 就这个菲多鲁丁强 课本上面的 或者是 丑少云趴在那个口红里边 对 对 我们知道我要演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形象的时候 啪 就自然而然就跳入 脑子里的画面 对 有画面了 其实绘画作品 转化成影视作品的特别多 下一个我看看 这位是谁 是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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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太精力了 这个太火了 这个火爆全网 对 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穿什么货元甲 哪吒 那些什么衣服 还有骑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 这是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画的 蒋先生有一个特点 他画的画吧 像他自己 你看 对 蒋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画家 刘敏徒 对 画刘敏徒的 对 很强大的一个画家 特别是画人物 对 他眼神里面的那种 幽国幽民的情怀 那种感觉太棒了 只是被那些孩子们画的骑驴骑摩托车 对 就那个 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叫 杜甫很忙嘛 对 那年最热的词汇 对 老师 那我想问您 您现在的作品嘛 就是作为我们课本上面的内容 如果也像就是杜甫一样 这种被涂鸦的话 您会有什么感受吗 有 他们那太有才了 我都想不到 把我画的那些人 背着大刀 戴着小墨镜 就各种大型 各种奇事妙想 后来我就想啊 我说真是这高手在民间 而且这高手在孩子 我就想将来有机会 收一点好的 我跟他在一起互动 做个展览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们接下来 请李清老师来评价一下 这一轮的考试哪一组呢 可以获得一分 来 看完了风柴的测试吧 我觉得大家对之前学过的课本吧 掌握的还都是挺深刻的 对 难分伯仲 是不是我们选的题难度太小了 不是 因为从小学到大 你是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一会加点难度 一会加难度了 对 好的 那我们就现在正式开始请李老师给我们上课 好 我们现在桌子上有两本书 一本大一本小的 那个大的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统编教材 是人教版的 过去的版本有点繁多 比方说有书教版 有北市大版 有人教版 还有寥教版 大家学的都不一样 后来从2012年的时候 国家就开始统编教材了 统编教材的商科 语文 历史和政治 我就是从2013年开始介入这个语文书的插图创作 到2017年开始正式的投入使用 李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知道一般画的作品 在定稿了之后是不会进行修改的 那是不是从17年开始 这些投入使用的课本就没有再修改过了 修改 其实你们因为你毕业了 你就不看你下一年就在课本了 你同样的课本你读过了 下一年就读的时候它不一样 有的课文的三减 课文的增加 和随着大的事件的变化 有调整的 对 语文书 编辑的审查和网上送审 都是很阳格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么阳格的 这么五年就这么折腾出来的一百多张画 五年一百多张画 对 你看 而且还要不断的修改 而且修改的点有可能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对一点点非常小的细节这种 现在马上我们就有黑板 我现在这个给大家看的是修丁板和最终的路选板 让大家看看哪一个是最后路选印到课本里的 哇 后面还有 这个是背影吗 这个是朱志青的 这个是朱志青的背影 哪个是定板 您猜猜 定板的话 我选第一个吧 选第一个吧 对 第一个是定板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吧 他嫌我这个人画得太近 然后这个这些人呢 表情太具体 他主要是突出父亲这个肥胖的身躯 翻过路基 就没有必要让后面这些演员在这抢戏 宣明多主 对 天哪 好 一二三四五六 有一个定板 这更难了 这个是 哪个课本 阿长与山海经 这是鲁迅以帝人称写的 然后长妈妈是他家的一个长工 来 同学们 哪个是定板 选C位 我觉得第四 我选四和五当中选一个 我觉得第四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第四他人的情绪啊 各方面交流感啊 会比较强一点 我选四 我挑个五 五 好 你们呢 四 四 那我挑个三好了 三 好 现在就请李老师公布答案 他对了 三 他对了 三 为什么呢 第一 显得年轻 然后改了 第二 形象感觉不像一个仆人 像妈妈 然后 对 然后这一板呢 是建议加上头发 然后拿一个碗 然后到这一板的时候 觉得拿碗不对 又把碗拿下来了 这一板也是感觉形象 一样不对 然后到这一板的时候 把这个小头发又拿下去了 为什么在头发上做这个文章呢 找了一下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些图片 就好像说大户人家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留头头 不留头头 对 就是说每一个意见都有出处 是 好难啊 太难了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两个当中的一个 这个是现在的课本 这个叫澡 澡 这个当时也是由于我的原因 我可能对华北那个地方不是很熟悉 收澡的季节呢 可能天就很冷了 所以我就把它画的是穿夏天的衣服 然后呢 所以订稿是这样 订稿的时候呢 就把它们给穿上衣服了 然后呢 把澡放到前面 因为看到丰收的 丰收的希望 你得看到澡啊 所以从情绪的角度 可能这个明显的要比这个 这个情绪不好 对 无什么事 对对 摘了澡要卖不出去 这种感觉 哇这个这个真好 很厉害 这个这个 包括你看这个表情 两个人的呼应 啊 开心啊 啊 真棒啊 嗯 来来来 表演状态都对 太厉害了 我们李老师的话 也会成为现在正在上学的 孩子们的青春记忆啊 其实不仅仅是插画 语文课文当中的文字 更是穿越时光的洗礼 在一代一代 孩子们心目当中 落下了深深的印记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 经典课文朗读环节 天天向上提醒您 稍后看点 看着她的背影 眼泪 很快地流下来了 可以啊 海燕 像黑色的伞 伞 黑色的伞链 书山有路 情为敬 活 活 你们一定要准备好 今天也会传染的 你知道吗 我怕开口 天天向上 单会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 经典课文朗读环节 一共两篇课文的选段 朗读海燕的选段 还背影选段 你们这边 林兰 林克吗 我们是林座 天一中学的高材生 请同学们到台中间来 完了 我这是要给天一丢脸了 学弟学妹们 应该会组织观看这一段 还有你没有来到现场的班主 人家在上情绪呢 韩哥 我说到 爸爸 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阑珊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 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需穿过铁道 需跳下去 又爬上去 而我父亲是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是要费事些 我本来是要去的 但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 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身心不眠袍 蹒 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贪身下去 尚不大难 可是 他穿过铁道 再想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太容易了 他用双手盘着上面 双脚再向上缩 他肥方的身子 向左围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 而这时的我 看着他的背影 眼泪 眼泪 难怪地流下来了 可以 可以 我的手都在抖 还可以 后面那些其实对我来说 都会被你带进去了 情绪 你再拿两本给宝哥看一下 你上戏的也要准备一下 我也准备 那上戏的也得来 哎呀 哎呀 你真是 多难得的机会啊 好 接下来我们大师哥 大师哥 上戏 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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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燕吧 好吧 海燕就是 比较硬咱们今天这个题嘛 我希望大家就是 能够像海燕一样 在大风大浪中 可以飞翔 行 在 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 卷积着乌云 在乌云 和大海之间 海燕 像黑色的伞 黑 伞电 黑色的伞电 来 出来 把这一段剪下来 继续北电 来来来 黑色的伞 黑色的伞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 准备的一个礼物啊 好的 算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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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点 在 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 卷积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 海燕 像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的 飞翔 一会儿 翅膀碰着波浪 一会儿 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它叫喊着 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中 乌云 听出了欢乐 谢谢 我还是建议 以后播出的时候放第一段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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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演员的那种 台词那种工作 而且节奏从容 不是 你现在是骂我呢 还是在夸我呢 我们就我们当听第二段嘛 那一段有可能会成为 你的那个团队的一个笑话 团队的内部资料 对 团队的内部资料 对不对 空间给我借拿出来 你说这事如果落到自己手里面 手机里面也没事是不是 怎么落到台里了手里面 对 你这个没办法了 我们到时候剪成一个 剪成一个什么 陪传医院 黑色的伞电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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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 黑色的伞 来 重来一个 我们以前那个盘练的时候 真有这种事 拿住枪之后 特别有激情 演那个奥尔尼尔的余树下 余树下的欲望之后 拿出来看的去说 你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特别投入 哎呀 都不好笑你知道吗 就不敢笑 因为大师哥在里面演戏 都不敢笑 憋着不行不行 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通过刚才的比拼 我们得分最多的是 这一组 新同学们 新同学们 好 我们有流动红旗 颁发给新同学们 你来 你来 教导主任和班主任 班主任 心子颁发 谢谢 恭喜 恭喜 我们的李老师 通过这样精彩的插图 又带我们重新回到了校园 特别是那朗朗的读书生 我们特别希望 深深学子们 在开学以后 在老师的帮助下 在自己的努力下 能够很好的体验 自己青春的力量 同时也感受到 知识对自己人生当中的浸润 最后也请各位送一句话 送给还在学校 读书的学弟学妹 李老师您先来 送给那些孩子们 看您书的孩子们 还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希望大家能够 在自己的18岁的天空中 自由地翱翔 希望大家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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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祝各位 也是提醒各位 书山有路情为敬 活海 活 苦海 学海乌鸦 苦做粥 把这一段剪下来 剪下来 放给你的鼓孔去 雪做粥 完了 在你的心目当中 全部带跑了 就变成活海了 活海 学海乌鸦 你为什么不说成 刀山有路呢 你们一定要准备好 今天也会传染的 你知道吗 一定会 我这边已经是 第一个是接受的 书山有路 秦为敬 雪海乌鸦 苦做粥 好 看什么苦做粥 贴在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 是 我现在好怕开口 别怕 紧张 我就不念诗了 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然后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好 我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 这个好像也是主席说的 提的词 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天天向上 不负韶华 好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在校园里的生活 然后不断地充斥自己 不留下遗憾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一直继续加油 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们 今天为了天一而交二 明天让天一为你们而交二 这个很好啊 这个是 这是刻在我们校门上的 一定是这样的 是吧 每个人都记得 我送给同学们的其实就是 默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碑切 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努力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李老师 为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 有趣的语文课 感谢所有为中国教育事业默默耕耘的灵魂工程师 今天呢是9月1号也就是所有的开学日啊 我们最后呢再次祝全国的中小学生们开学快乐 祝大家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 单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 欢迎来到人间仙境战战 马上踏上毕业旅行的第一站 骑行 Let's go 天的小猫头 还有他吗 哦 我有 哦 哦 好帅啊 风景也好漂亮 天天妞撤兄弟团的收官之旅 好爽快 走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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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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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怕啊 我好怕啊 韩哥 稍微卖卖力钱啊 韩哥 你就在后面自己享受是吧 这一个人滑太累了 啊 给油给油给油 给油给油 又转一方又转 掉头了掉头了 走错放下了 掉头掉头 兄弟们 你有没有味蜆蘋果命 啊 哦 啊 啊 撕水了 啊 啊 走啊 走啊 走吧 哎呀 救命啊 哎呀 你们俩左右拨我啊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今天妞撤兄弟团的收官之旅 好劲爆 真心话大冒险 有一个小船可能说翻真的就会猜 问月明一个问题 对你来讲心里你的伤疤愈合了呢 还是还在 这期剪辑的预告有了 我敢说他们也不敢播 所有兄弟的离开肯定是我的问题 韩哥有一些凶向的 对韩哥产生了一种非常恐惧的心理 我实话实说有点怕 为什么会怕我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你为什么问别人呢 韩哥你这个不在 他说你这个不在 拉黑名单 你帮我拉黑 我真的假的不是吧 不会了 眼睛都哭肿了 也感谢我们18岁的天空剧组前来做客 下周四晚十点 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各位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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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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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如此 等待的精准